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行就要跟她开车 好在阿美进门 色鬼这才放过琪琪 受到惊吓的琪琪连忙告诉阿美 这里不干净 可琪琪是虔诚的教徒 根本不信鬼神这说 隔天 心有余悸的琪琪将此事告诉了朋友大嘴 大嘴吓唬她说 一般年代久远的老房子都会有脏东西 琪琪听后更怕了 她连忙找了个人驱鬼 不过她运气不太好 找了个神棍 神棍贪图琪琪的美色 故意借驱鬼的名言 想占琪琪便宜 一番装模作样的驱鬼后 神棍强行给琪琪洗脑 傻乎乎的琪琪就这样中了着 本以为这事就此结束 没想到隔天 神棍却意外而亡 琪琪开始恐慌 她告诉阿美 那个色鬼缠上了自己 神棍的死肯定跟她有关 两人的话引起了司机赵哥的注意 赵哥虽是一名司机 她的身份可不一般 那可是货身价实的 做鬼大事 她把两人送回家 一眼便看出了 这房子的猫女 罗马见识不妙 于是话风一转 愤怒地指责琪琪 为什么带男人回家 琪琪解释说 因为出了事故 朋友只是好心送来回来 另一边 赵哥察觉出 罗马的房间不对劲 刚想查看一番 没想到 立马被罗马制止 赵哥无奈 劝说罗马收手 别再害人 罗马却让她少管些事 否则有她好看 见两人僵持不下 好奇的大嘴 趁乱打开了罗马的房间 一股刺鼻的臭味 突然迎面扑来 众人闻到臭味 对屋内的情况 好奇不已 罗马健壮 恐吓几人说要报警 赵哥只好 行情厉害 其实 罗马房里的臭味 源于她的儿子 多年前 她的儿子演静歌 爱上一个拜金女 拜金女行皮爱妇 在成功搭上一个富二代后 便甩了眼镜哥 眼镜哥因受不了打击 没过多久 便选择了自杀 老年丧死的罗马 伤心不已 她开始痛恨 所有不检点的女孩 于是 她将儿子垫成干尸 利用儿子的魂魄 收拾那些 她认为的坏女人 不过 为了儿子不孤单 她也暗中 不色好女孩 而阿美 正和她心眼 于是 这天晚上 眼镜哥趁两人熟睡之际 和阿美深入了解了一番 第二天 阿美整个人都不好了 鬼迷心跳的她 嘴里不停地说着 要嫁给眼镜哥 琪琪觉得不对劲 于是连忙找到赵哥求助 赵哥看到阿美 手长的字 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 她让两人新回家 自己会安装保护两人 可一进门 琪琪就被眼镜哥赴了身 原来 罗马把我尊亲切 打算让儿子今晚就迎娶阿美 一切准备就绪 两人很快拜了堂 眼看到了最后一步 就是喝焦杯酒 只要喝下这杯酒 这门殷勤就算真正地完成 关键时刻 赵哥哥大嘴冲了进来 一段混乱的厮杀后 眼镜哥被成功收复 阿美也恢复了神志 影片完 其实 这部电影 也算是生活中的写照 里面母亲对儿子病态的爱 让罗马演绎的淋漓尽致 像当年 小编也试下的不要不要打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狮气逼人》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大嘴吓唬她说 年代旧远的房 琪琪听后更怕了 当天 当天 琪琪就带了 愤怒的指的琪琪 为什么会 为什么 一股刺鼻的臭味 突然 突然 一股刺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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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刺鼻的